还好可怜 自从爸爸带来新妈妈和姐姐弟弟后 她的噩梦就开始了 因为姐姐身体有病 每次只要她发病的时候 自己就要被抽走大量的血 医院里 一个小女孩躺在病床上 旁边一个肥胖的男人说道 绵绵 你姐姐需要用心 我们家只有你的血性跟她一样 你姐姐跟你这么好 你不可能见死不救吧 这时 一个女人走过来 不耐烦地问 怎么还没抽好 男人看到她过来 担心另外一边的女儿没人照顾 我要是不过来 万一你一下心软了 你让我的菲菲怎么办 还提醒男人 你可不要忘了 她母亲做的那些事 肥胖的男人大吼一声 行了 别说了 只要有绵绵在 菲菲就不会有事的 好家伙 用一个女儿来 就另外一个女儿的命 这还是人吗 随即女孩的父亲 便露出可怕的表情 我看菲菲最近脸色不好 这次就给她多输点血吧 故事文言有些慌了 因为眼前这个女孩的体重 已经低于正常值 如果再继续抽鞋的话 恐怕会造成生命危险 此时的绵绵也在微弱地喊着 爸爸 我不要 小废话 我另外一个女儿急需用血 她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你要是不按照我说的 我就让你们院长开除你 护士没办法 也只能加快抽血的速度 床上的绵绵眼角 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她显得非常惊恐 不 不要 我不想再感受 冰凉的针孔入血管 原来在她三岁的时候 爸爸突然从外面 带回了一个新妈妈和姐姐弟弟 新妈妈笑着对她说 绵绵你好 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 没过几天就对她拳打脚踢 说她姐姐有病 不能跟她争东西 必须什么都要让着她 而站在旁边的父亲 却只是冷眼旁观 为什么 每次姐姐生病 自己都要乖乖地献血 看见爸爸带着姐姐和弟弟 开心地玩手 而自己只能悄悄地躲在一边 爸爸 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你爱他们不爱我 后来等到读初中的时候 后妈告诉她 因为她读的学校很贵 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就没有生活费给她了 年年知道她这是故意不给 于是就说自己会挣 后妈轻吃一生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想到这些 现在的她只感觉好冷好冷 难道自己真的是要死了吗 你能相信眼前这个八道嘴子 竟然是个萝莉控吗 苏绵绵正在做梦时 突然 店里的铃声猛地响起 绵绵立马打起精神 欢迎光临 请问你要点什么 男人没有作声 只是静静地看着她 绵绵却吓得不轻 这位酷酷的大叔 难道是杀手吗 于是她用职业专用的微笑 介绍 本店最近新出了一款冰雪天地 你有兴趣尝一下吗 男人深邃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冷冷地问 冰雪天地是什么作成的 绵绵听到男人带着磁性低沉的声音 激动得不得了 哇塞 这声音好好听哦 于是就给她介绍是用哪些材料制作而成 正当她还在滔滔不绝地讲解时 此时的男人微微皱眉 这里面为什么不放草莓 男人突如其来的提问让绵绵有心蒙 随后反应过来的她本事 下次会把这款蛋糕的忙活改成草 男人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喊她包紧 包装好的绵绵高兴地把蛋糕病 大叔 一共是160元 男人听见大叔两个字 冷酷的脸上竟然露出了微信 绵绵看见直接惊呆了 好帅啊 见男人走后 他还微笑着跟男人告语 男人刚上车就问事情解决了没有 助理表示已经解决 见助理还有话要说 男人挑眉地问道 还有事 助理战战兢兢地说道 霍老说 这次相亲的人都见了你 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 没想到男人直接说年龄太大 助理一听眼前一亮 拿出小本本赶忙记下 原来如此 难怪霍少相亲一直不成功 原来竟然是喜欢幼稚 这边 蛋糕店里面的绵绵突然大叫了起 自己因为手抖把金额多数了一倍 160结果却刷了1600 等下次遇到大叔再还给他 苏宅 绵绵每次回来都希望大家没在家 因为他不想见到他 他正敲咪咪地打开门 屋里就传来了吵闹声 原来是他的后妈和姐姐苏菲菲 后妈还叫他女儿这次听话一句 去见一下霍家太子 苏菲菲大声吼道 我才不要 都快30岁的老男人 而且还有一个儿 我才不要嫁给这样的人了 女人告诉他 没有让他立马嫁给他 只是见一面而已 苏菲菲得意地说道 我长得这么漂亮 他见了我 肯定会爱上我 才不要见他 这时的绵绵正悄悄地躲在一边 女人还继续劝说他女 我们跟对方都说好了 今天晚上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得给我过去 苏菲菲依旧不同意 妈妈 我不要 你不能强迫我做这样的事 我不要嫁给那个老男人 你还要不要我这个女儿 女人搂着撒娇的女儿显得很无奈 此时的绵绵害怕被他们发现 我还是赶紧给我把 固然被他们发现就糟糕了 正在这时 一个可怕的声音响起 苏绵绵你给我站起 完了 完了 这下要巴比拼了 谁来给这个狠毒的父亲挤巴着 只因为女孩顶撞了后妈和姐姐 她就要被挨打 而且还要逼着她去相亲 绵绵刚刚打零功回来 听到后妈和姐姐的谈话后 她顿感不妙 正打算开溜 可结果还是被后妈给发现了 苏绵绵 给我站住 她乖巧地走出来 你们都在啊 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先上楼 苏菲菲指着她大骂 是猪吗 喊你过来 你还敢跑 脑子不好 连句话都听不懂了吗 绵绵立马怒动 没办法 我只听得懂人话 苏菲菲气得咬牙切齿 你竟敢骂我是猪 绵绵眨眨巴着卡兹兰大眼睛 显得有些无辜 你要认为自己是猪 我也没有办法 只是让你当猪 还真是委屈猪了 苏菲菲气得拿起水杯 就向她砸过去 绵绵见状快速地立马走开 看来这是经常锻炼的劫复 后妈见他们两个打浪非常头疼 够了 都给我停下 接着就教训醒人名 谁让你对你姐姐这么说谎 你虽然小 但必须要对她有礼貌 苏菲菲更是显得非常得意 你死定了 等爹地回来 我就告诉她你骂我 果然 她父亲回来就直接给了她一巴掌 混账 都这么大 一点教养都没有 竟然还敢武力长辈 绵绵生气地反过 反正你也没教过我 父亲扬起手又想打 这次却被后妈给拦起 原来姐姐不想去跟老男人相亲 他们竟然就要绵绵去 绵绵大叫 不去 恶毒的父亲态度十分坚决 去不去不是你能决定 我告诉你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绵绵在他们面前显得是那么的弱小人 每次到最后都只能妥协 晚上 父亲和后妈就带着她来到了相亲地 保安拦住他们 表示只能让苏小姐一个人进去 绵绵一袭白裙 显得非常优雅大方 可此时的她脸上 却没有一点开心的女孩 来到大厅 绵绵发现里面全部都是相亲的人 她独自坐在角落里 看着各位小姐姐不断身材好 又很静谱 应该他们会被入选吧 想着就露出狡黠的笑容 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早点回家了 这时 从房间里出来的女孩哭得个梨花带着 为什么不选我呀 我可是上了厅堂下的厨房的 旁边黄头发的女孩也有些不甘心 她也不选我 我可是伴择了少女 演得了女王了 而旁边的绵绵却是无所 一边吃着美食一边心想 看来好严啊 不过照这样看下来 自己只不过来打个酱油就回家了 那你们说说 她能被选上吗 16岁的高中生女孩竟然来相亲 而且还遇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小萌娃 殊不知这个小萌娃竟是她的儿子 绵绵正在相亲现场 悠哉悠哉地吃着各种美食时 突然 小腿竟被什么东西舔了一下 吓得她差点魂飞魄散 当她看清是一只小羊时 眼里满是星光 哇塞 好可爱 绵绵蹲下温柔地摸着小羊 小羊羊 你是迷路了吗 饿了吗 我给你拿吃的好不好 小羊也像听懂事的 咩咩地叫个不停 看着小羊吃着西瓜 把绵绵的心都给融化 好可爱 话说这不是美羊羊吗 正在这时 工作人员叫到了她的名字 绵绵走之前还给了小羊很多吃的 你先在这里慢慢吃 别乱跑 我等一下就回来 另外两位女孩看见她来 都不由地嘲笑她穿得像个土包子 接着三人就一起来到了一个房间 非常大的一面镜子 这镜子后面不会有人吧 一个相亲搞得像审犯人一样 难道有钱人都是这么变态的吗 刚开始就是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黑头发女孩便自豪地侃侃了她 说什么她从小就开始拿奖拿到手了 还参加过各种比赛 助理听闻立马打断她 直接说下兴趣爱好就好 可还没等她说完 助理就大喊下一步 女孩虽然心有不甘 可还是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接着就轮到第二个黄头发的女孩 女孩温柔地说到自己爸爸 是某集团的董事长 今天刚好十八岁 很喜欢小孩和小动物 如果不出意外 这个肯定也被淘汰了 接下来就轮到绵绵了 此时的绵绵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嘿嘿 看来我也很快就可以出去了 然后她就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苏绵绵 兴趣爱好是睡觉 只要不上学 自己可以睡上一整天 说着还露出一副阴森森的表情 对了 我脾气可不怎么好优 小时候还揍过不少男生了 接着助理就喊她名字 苏绵绵 绵绵听到她喊错名字有些生气 是绵绵不是绵绵 绵绵不就是绵绵吗 接着又问她 如果你妈妈狠一只小羊一起落水 你会救谁 我去 这是什么奇葩问题啊 没想到她却选择了救小羊 然后又问她 西洋羊羽会太郎中 你最喜欢哪只羊 这问题怎么一个比一个奇葩 此时的绵绵只感觉到好多的羊 那就随便选一个吧 于是她就说西洋羊 这两个问题回答后 工作人员就叫她可以离开了 绵绵如释重处 终于结束了 话说这有钱人还真的很奇怪 出来看见小羊还在那了 高兴地抱起小羊 你这么可爱 还到处乱跑 你的主人就不担心你吗 突然 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不许动 双手举高 放开小伙 高中生女孩来相亲 结果却被一个小萌娃给选中了 绵绵正抱着小羊 问她主人去哪里的时候 突然 身后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不许动 双手举起来 放开我的小伙 绵绵背下了一个机灵 小萌娃还激动地说道 小伙 不要怕 快到我这里来 我会保护你 然而 小羊却安静地很 这就干大了 小萌娃见她的小羊不理她 她气得手舞足蹈 小伙你怎么不理我 难道是不爱我了吗 还是你被坏人吓了药 不得不说这小萌娃想象力真丰富 绵绵随即就把小羊高高地举起 你怎么证明这小羊是你 你叫她 她都不理你呢 小萌娃气得直抓狂 这个坏人 吾吾小伙 出门的时候 我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时时刻刻待在我身边 外面的世界是很可怕的 像你这样的无知少女 稍不留神就会被人抓住 做成羊肉火锅 绵绵见此情景一脸猛逼 没想到这小孩还是个细境 此时的小羊跑过来 对着她的小脸挺了一些 绵绵把小羊递给她 还给你 刚才是和你开玩笑的 你这熊孩子戏份也太多了 小萌娃抱着小羊 奶兄奶兄地说道 我只是在训练小伙的危险意识 绵绵见她挺可爱的 就笑着问她叫什么名字 没想到小萌娃却反问她 问别人名字之前 不是应该先抱上自己的名字吗 绵绵听闻捏着她肉嘟嘟的小脸 明明是个小屁孩 怎么说话却是一副大人的模样 小萌娃生气地吼道 住手 女人 你这素在惹火 小萌娃摸着红嘟嘟的小脸 哼 我爸爸说过 男人的脸 不能随便给别人摸的 你刚刚摸了我的脸 你就要对我父子了 绵绵没想到她竟这么渴 还宠溺地摸着她的小脑 你多大了呀 怎么说话这么厉害 一套一套了 刚刚姐姐也跟你闹着玩 小萌娃告诉她自己叫东东 今年四岁半了 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在没有想好之前 就不要对我动手动脚 你这么调戏我 万一我当真了怎么办 你是打算娶我吗 绵绵听到这话显得非常尴尬 于是就想转移话题 那个 你怎么就一个人在这边了 你妈妈呢 小萌娃摊开手显得很忍耐 你们大人都这样吗 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 就赶忙转移话题 算了 作为很绅士的男孩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绵绵听闻满脸飞泻 现在的小孩都懂得这么多了 接着小萌娃就拿出手机 让她留个电话 绵绵笑着说自己没有手机 小萌娃一脸的失落 原来是个穷人了 那我送你一个吧 反正我家有好多水果手机 绵绵尴尴尬地赶忙摆手 不用了 然后就直接告诉她 自己每天四点以后 都会到这里打工 你到时直接来这里找我就好 小萌娃一看 这不是之前爸爸 给我买的那家蛋糕店吗 接着绵绵还表示 下次可以请她吃蛋糕 小萌娃一听有蛋糕吃 立马就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这时 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说道 苏小姐 会面结束了 苏先生正在找你 绵绵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该回去 小萌娃跟绵绵告别后 直接对旁边的保安说道 不用选了 我喜欢绵绵 就她了 好家伙 这原来不是相亲啊 而是小萌娃选妈妈 16岁女孩上渺还在相亲 下渺竟然被告知 下周二结婚 这让她无法接受 绵绵看着手里的结婚喜体 新郎 霍婷 新娘 苏绵绵 这 这怎么可能 姐姐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真是恭喜妹妹了 绵绵使劲地把喜帖扔在了地上 不嫁 我年龄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 所以不能结婚 旁边的后妈却告诉她 让她不需要担心这点 你爸爸会解决的 你只需要乖乖地 当个听话的新娘就好 听到这话的绵绵 像是陷入了无尽的黑暗 怎么解决 因为我未成年 所以我的监护人是苏维子 他可以替我做任何决定不是吗 绵绵再也忍受不了 这么多年了 爸爸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女 无耻的父亲还一正言辞地说道 绵绵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爸爸重新投资了一个项目 有霍少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后妈也在一边附和道 绵绵 你身为苏家的女 当然要为家里想一想 说得好听 那你干嘛不让你的女儿嫁过去 父亲不给她反驳的机会 直接表示这件事就这么决定 这时 苏菲菲还告诉她 我听说霍少之前订过两次婚 第一位刚订完没两天 就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第二个妈 则在婚讯公布后的一周 就被人绑架了 虽然没撕票 但婚却也没结成 看到这女人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真恨不得抽她俩耳光 此时的绵绵哭着跑开了 关上房门的她再也控制不住了 大声地痛哭起来 看到这一副 真的让人很心疼 调整好心态的她来到了打工的蛋糕店 蛋糕店老板奇怪她怎么来 你今天不是休假吗 夏苗绵绵竟在老板面前卖起了萌 老板 你是个好人 我能不能先在你这里预支点薪水啊 老板看她背着个大旅行包 你该不会是想离家出走吗 绵绵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她看穿了 她敢忙否认 怎么会 老板一本正经地告诉她 我这里可不敢收留未成年少女离家出走 要是被我妈知道做这种事 她立马就会上门把我店给关了 完了 被识破了 接着绵绵就让她不用担心 自己只是想预支一下薪水 老板看她这么早来 肯定还没吃早饭 于是就给她煮了一碗面 还叫她帮忙看一下店 走之前还拍了拍绵绵的小脑袋 你不是说等成年了再离开吗 你这不还没成年吗 乖 绵绵看着钱包里面为数不多的钱 这点钱还不够一个月的房租呢 她正沮丧地趴在桌子上时 突然 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响起 绵绵 你在想什么 还跟着小萌娃回家 当她第二天醒了 竟发现身边躺着一个陌生男人 绵绵被家里人逼婚 正当她感到狠举丧时 突然发现小萌娃东东啊 东东眨巴着一双可爱的大眼睛 当然是想来看看绵绵啊 难道绵绵不想我吗 看到如此可爱的小孩 绵绵心情立马好了很多 还说要请她吃蛋糕 东东听后非常高兴 还说要吃草莓蛋糕 可绵绵却说他们店没有草莓蛋糕 东东一听显得很失望 可是 我最爱草莓了 接着绵绵就在对面 去给她买了一杯草莓果 东东还告诉她 上次让爸爸买草莓蛋糕 结果她却买成了其他口味 自己跟她生气 然后就被爸爸给揍了一 听到这儿的绵绵很惊讶 东东 你爸爸她经常会揍你 小萌娃一副可怜的表情说了 是啊 我爸爸很喜欢揍我 可怜的东东 那你干嘛不找你妈妈呢 东东低下头 我没有妈妈 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 绵绵非常震惊 什么 这么小的孩子居然没有妈妈 她起身把东东紧紧地搂在怀中 轻声安慰她 一切都会过去的 没想到她竟和我一样 东东突然说道 蜜蜜 我爸爸马上要娶新娘子 我很快就有新妈妈 你说我的新妈妈会不会喜欢我 肯定会的 东东那么可爱 新妈妈一定会喜欢你 然后东东又说道 那如果蜜蜜是我的新妈妈 你会不会很喜欢我 蜜蜜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 听到这话的东东很高兴 太好了 蜜蜜 这可是你说的 蜜蜜还有点猛 可是 我不会是你的妈妈呀 东东扑在她怀里撒娇 都说是如果 如果了 很快就到了晚上 绵绵就问她怎么还不回去 东东笑眯眯地问她是不是下班 还邀请绵绵去她家玩 绵绵感觉这不太好 毕竟他们才刚刚认识没多久 东东却说这没什么 家里也只有她跟小五 而且爸爸也复差了 绵绵想到她一个小孩再见 肯定会很害怕 刚好自己离开出走又没地方去 那就先送她回家吧 当她来到东东的家时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我去 这真是这个小家伙的家吗 刚到大厅 两边的女仆弯腰一口红声地喊道 欢迎小少爷回家 从来没见过如此阵仗的绵绵吓得张大 这小子家里究竟是做什么 看起来不得了啊 然后他就说自己有点事 还没等他说完 东东开口道 绵绵 你这借口未免也太老套了 既然来都来了 我带你去找小伙 东东还让小伙表演节目 绵绵看见非常无人 我去 这不是遛狗吗 完了一会儿 东东就叫绵绵晚上跟她睡 还说自己一个人很害怕 绵绵当即就答应了 心里还不由得感慨 东东一定是发现我离家出走 无家可归 所以才贴心留我住一晚 此时的东东却露出一脸坏心 把鼻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很快 绵绵就抱着东东一起睡觉 一日清晨 留着哈拉子的绵绵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 突然发现眼睛睡着一个男人 吓得他大叫醒 小萌娃为了让女孩当他的妈妈 竟然设计让女孩躺在了父亲的床上 这操作就问你服不服 绵绵晚上还在跟东东睡觉 可第二天醒来 竟发现旁边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吓得大声尖叫 你是谁 男人捂着晕乎乎的脑袋 你在我床上还问我 随即男人露出犀利的眼神 说 是谁送你来的 绵绵扯着被子小脸气的通口 说什么 还有你怎么不穿衣服 结果一个不小心 绵绵哐当一声就摔下了床 男人心想 之前说自己喜欢年轻一点的女孩 没想到 应酬喝醉了 他们这么快就把人送到我床上了 绵绵正还一脸蒙圈时 突然 男人一把捏住他的小脸 你听好了 无论是谁派你来 他都犯了一个大忌 被捏住的绵绵用手使劲掐住他的手 这个裸奔的变态 这是我的脸 你以为是块猪肉吗 想捏就捏 快点给我放手 眼前的男人忽然眼前一亮 他是蛋糕店的那个小姑娘 然后就立马松开了手 绵绵见状快速地后退到机里开外 摸着自己粉嫩嫩的小脸吼 你你究竟是谁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男人闻眼冷笑一声 你都跟我睡了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吗 绵绵害羞地大叫 我只知道你是有八块腹肌的裸奔变态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你的床上 我明明昨晚是跟东东一起睡的 这时 绵绵发现东东也不见了 男人很疑惑 东东 绵绵继续说道 我是东东的朋友 我昨天过来玩 然后晚上就 就住在这里了 现在的男人终于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跑到门口看见正想逃跑的东东 一把抓住他 被抓住的东东立马卖猛 把鼻你回来了呀 东东好想你哟 一旁的绵绵听见东东喊男人吧 他惊讶的嘴巴里都能放下几个鸡蛋 男人恶狠狠地看着自己的男子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的房间里会出现一个女人 东东还继续卖萌 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把鼻这次出差太久了 我想把鼻了 所以才忍不住睡在把鼻的床上 绵绵是我的好朋友 他什么都不知道的 把鼻千万不要生他的气 要怪就怪我吧 果然还是老子了解自己的儿子 听你鬼扯了 过陈东 你到底说不说实话 东东依旧笑眯眯的卖萌中 把鼻 我说的就是实话 可下秒 他的屁股就遭殃了 倒门娃设计让女孩躺在了爸爸的床上 结果发现爸爸没反应 这让他不禁怀疑他爸爸那方面不行 霍婷以为床上的女人是别人 趁他喝醉故意送过来的 殊不知竟是自己的儿子搞的鬼 东东本还想靠卖萌躲过把鼻的暴走 没想到霍婷根本不吃这套 抓起他就使劲开打他的屁股 东东边叫边大喊 霍婷你让我操碎了心 我好心帮你 你居然还打我 你再这样下去 肯定娶不到老 没有哪个女人喜欢霸道不讲 还动不动就揍人屁股的男 突然 霍婷的手被人抓住 绵绵使劲抓住他的手 你不能对孩子使用暴力 霍婷很无语 东东趁机大哭起来 绵绵 快救我 绵绵说道 有什么话就不能好好说吗 辨识上说在暴力下长大大 是会特别内向 霍婷淡淡的说道 内向 你认为他像吗 再说我教训自己的孩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东东突然求生欲满满的 抱住绵绵的大喊 绵绵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 你打我就是在打他 这就是所谓的 打在我身痛在他心 霍婷文言更是气得不行 你平时都在家 看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电视 等一下就把网络给你断了 东东听说要断网 这比打他还难受 立马转头抱住霍婷的大喊 不行啊把名 我的冷酷总裁的麻辣小娇气 今晚大结局啊 我要在网络上看直播呀 霍婷离开他 就这样决定了 绵绵看着地上可怜巴巴的咚咚 他眨巴着卡兹兰大眼睛 对霍婷说道 那个霍先生 你别这样对东东好不好 要不 以后每天固定时间上网 霍婷看着如此可爱的小罗莉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心想 为什么自己对这样的小姑娘 完全没有抵抗力 好家伙 原来男人竟然是罗莉孔 接着绵绵就从他家离开 跟绵绵告别后 东东对小伙说道 把笔也真是的 我都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 他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我看电视里 像这种情况不都是直接推倒 他怎么没行动呢 你说把笔是不是不行了 这么多年了 也没见他找过其他女人 这边 霍婷刚好打了一个喷嚏 难道是谁在说我 而他桌子上竟放着绵绵的个人简物 与此同时 绵绵来到蛋糕店 发现自己的父亲和后妈正在找他 突然 后妈回头就看见了他 只见他父亲恶狠狠地向他走过来 完了 这下糟糕了 父亲走过来就是重重的一耳光 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就往车上转 回到家的绵绵躺在床上 感觉自己太没用 突然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不行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不能坐以待毙 等到婚礼现场 我一定要大闹一场 我要让他们全部都把脸丢到太平洋去 儿子真是胆大包天 竟然把他父亲的小娇气给拐跑 这下又要挨揍了 早上苏菲菲使劲拍打着绵绵的房门 苏绵绵 快点给我滚出来 我妈找你 绵绵躺在床上直接说不去 有什么话让你妈上来跟我说 苏菲菲一脸的无所谓 这可不是我们要求你去的 本来你的婚礼 大家都随便吃顿饭就可以 只是没想到货家临时说不行 而且还要大办一场 苏菲菲边补妆边告诉我 他们那边已经来人说 要带你去世婚纱了 而且还是鼎鼎有名的安奈家的婚纱 那可是千金难买 还真是便宜你 绵绵听到这话瞬间来了精神 大办 那现场肯定有很多人 到时我就可以当着所有人的命 直接宣布取消这场婚礼 哈哈 你们都等着丢人吧 画面一转 绵绵来到了婚纱店 大家都对她的婚纱赞不绝口 苏小姐 这件婚纱尾的水分 可是我们请欧洲的工人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一颗颗缝上去的 是啊苏小姐 看来霍先生真的很爱你 很快他们就帮绵绵换上了婚纱 看着这美丽的婚纱 大家都羡慕不已 然而此时的绵绵却没有一点喜悦之气 自己不是没有想到 当婚纱嫁给自己喜欢人的样子 可是现在 想到这里她竟哭了起来 工作人员见状让她千万不能 不然装花了就没办法拍照 绵绵告诉他们自己想出去走走 来到花园 她坐在台阶上不由地想起了她的妈妈 妈妈我好想你 如果你再等我 一定不会让我这样吧 我不想嫁给一个老男人 特别是连绵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这时 东东走了过来 绵绵 你怎么了 绵绵有些惊讶 你怎么在这儿 东东没有回答 只是问她是不是被谁欺负 绵绵告诉她 自己想离开这里 东东听闻做出一副小大人的谜 绅士地伸出一只小水 亲爱的咪咪小姐 请问你愿意跟我来一场 说走就走个约会吗 我的天 现在的小孩都这么回腰了吗 绵绵毫不犹豫地伸出水 就这样 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就离开了婚纱店 工作人员问货婷的助理 玛丽小姐 现在该怎么办 下午的拍摄行程 助理也安生叹气地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要怎么才能委婉地告诉老板 她儿子把她老婆拐跑 这边 走在大街上的东东 感觉周围人都在看着他们 于是就提议去店里买套衣服 刚进店 东东直接掏出一张黑糖 给我们俩来套情侣装 绵绵赶忙尴尬地告诉店员 那个 亲子装就可以了 当他们换上亲子装 还真的很像一对人如此 然后俩人就开开心心地去约会 一小时后 货婷竟然找过来 店员告诉他们 他们俩人就只买了一套衣服和鞋子 好像似乎还听他们说要私奔 正在这时 助理告诉货婷 Boss 我们已经查到了 少爷刷卡的地点是常态第一论 货婷文眼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只是冷冷地说道 我们走 16岁女孩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要嫁的老男 竟然是眼前这个大叔 那他还会同意吗 东东带着绵绵来到游乐场 绵绵看着别人一家三口羡慕不如 这让他不禁想起小时候 后妈说要带他们去游乐园 绵绵也非常期待 可到了第二天 后妈却说车子太小 坐不下那么多人 让他一个人在家 绵绵求他后妈 我不要在家 我也想去 我想坐旋转木马 想坐海盗船 求求你带我去好不好 我保证会很乖的 可无论他怎么恳求后妈 结果却被后妈无情地推倒在里 这时 东东就问他先玩哪个 这次的绵绵绵 终于把小时候想玩的都玩了给你 俩人正坐在长椅上休息时 东东看见有卖冰淇淋的 两眼放光的就直接冲过去 绵绵靠在长椅上 现在的他显得很迷茫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如果在婚礼上当场拒绝对方 会不会成功 可如果黑爸爸知道 那他又会怎么对我吗 结果多半是死翘翘吧 为什么突然感觉前途无光啊 突然 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前面 绵绵正一脸猛圈时 当看见是霍婷时 他吓得瑟瑟发抖 霍爸爸 你怎么会在这里 霍婷也问他怎么会在这 你是来找东东的吧 接着绵绵赶忙解释 你先别骂东东 我今天有点不开心 东东特意是来陪我了 霍婷听说他不开心 就立马问他为什么不开心 绵绵看着他 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霍婷直接说他们之前在蛋糕店见过 接着还强行解释蛋糕是买给东东的 自己没有吃 这时 东东拿着两个冰淇淋高兴地跑回来 当看见他爸爸也在时 他直接愣在原地 霍婷冷哼一声 命令式地说道 过来 没办法的东东只能硬着头皮乖乖地过去 然后又开启了他的卖蒙之路 把逼 你看我特意给你买了 你最喜欢吃的草莓冰淇淋呢 绵绵也有份哦 霍婷看见草莓不见了 顿时露出了可怕的表情 嘴上问他 特意给我买的 而心里却是在问他草莓去哪了 东东一脸真诚地看着霍婷 绵绵发现不对劲 就让霍婷吃他的 东东立马拒绝 不行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 我给你买的冰淇淋 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你怎么可以随便给别人呢 此时的霍婷一阵无语 我特喵地居然成了别人 这边 一个男人问他 玛丽姐 你说我们现在要不要过去啊 先别出去 看着他们气氛那么好 要是我们现在打扰到老板 那我们就会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突然 绵绵发现了他们 他吓得花了狮子 以为是他父亲派人来抓他们 霍婷看见绵绵突然害怕的全身颤抖 他感觉很奇怪 他为什么突然这样 当他转头就看见了躲在草坞里面的人 没办法的 他们只能出来给绵绵他们的情 绵绵惊讶地问 你们是谁 东东转头对霍婷说道 把笔 你赶紧跟他们走吧 不要打扰我跟妹妹约会 绵绵看着霍婷 你们认识 他这才联想到他要结婚的对象 霍家太子 有个孩子 自己第一次见到东东正式在相亲的酒店 想到这儿的绵绵问东东叫什么名 东东立马装傻 我就叫东东啊 绵绵心想 难道一直都在骗我们 这时霍婷直接说道 回去吧 我们婚纱照还没有拍 婚纱如果你不喜欢这件名 还有其他的 什么 你一直都知道 原来我要嫁的人就是你 那你们认为女孩还想嫁给他吗 小萌娃为了让女孩当他的新妈妈 也是拼了 各种撒娇卖蒙全都用上了 霍婷本来对自己要结婚的对象 一点都不感兴趣 当知道自己要娶的人是绵绵时 于是就想给他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他赶忙打电话吩咐下去 婚礼必须要弄得漂亮 就是小女孩喜欢的那种 但是他觉得作为一个丈夫 不能告诉小娇妻那么多 不然万一他以后恃宠而娇怎么办 所以当绵绵问他是不是知道 跟他结婚的人就是自己是 霍婷选择了沉默 绵绵见他不回答转头又问东东 你是不是也知道 此时的东东却故意装傻 知道什么呀 绵绵你干嘛突然那么生气啊 看着东东故意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 霍婷都感到自己的儿子太无耻 助理走到绵绵面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夫人 请跟我们回去吧 什么 绵绵 你难道就是我的新妈妈吗 大家看到东东的反应 都一阵无语 我去 你这装得也太假了吧 而绵绵却说希望不是 听到这话的东东立马 使出了他的杀手紧 抱着绵绵的大腿就大哭起 为什么呀 难道你之前说喜欢我都是假的吗 我们都在一起睡过 你现在就翻脸不认账 你们成人的世界太可怕 绵绵看着眼前这个泪眼汪汪的小梦了 真的没办法拒绝啊 婚礼当天 穿着婚纱的绵绵还是很纠结 怎么办 本来打算今天直接拒绝再大闹一场 可跟东东接触了几次 发现他真的很可爱 也是很期待有个新妈妈 可是嫁给一个没见过几面的男人 以后真的可以获得幸福吗 正在这时 苏菲菲怒气匆匆地走过来 拿出一个手机交给他 爸爸说让你想办法 在货太子书房中找到抽屉中的文件拍下 苏绵绵 你嫁的男人是我不要的 别得意 货家这么可怕 估计你活不过半年吧 绵绵看着他霸气地说道 我拒绝 什么 你竟敢拒绝 你别忘了你可是苏家人 家族好不容易把你养大 你就是这么回报的吗 你真是个白眼狼 绵绵显得很委屈 是啊 为了家族的利益 我还不到十八岁 却要嫁给一个没见过几面的男人 苏菲菲不管他答不答应 直接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 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得做 有本事你自己还给爸爸 绵绵看着桌子上的手机 他生气地把他扔在地上 用高跟鞋使劲地踩 滚蛋 去死吧 然而这一幕却被霍婷看得一清二楚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 有个姓 而身后的属下看见一致任务 以后他们的老板绝对是个气管 这时 霍婷吩咐手下 刚刚那个女人的身体不适 接下来的流程就不需要她参加了 属下心领神会 表示立马会为苏菲菲小姐安排医生 还在新婚之夜居然伤痕累累 原来竟是因为总裁老公技术太差 婚礼上 思姨问绵绵 苏绵绵小姐 你愿意嫁给霍婷为妻吗 她先是犹豫了一下 当看见霍婷炙热的眼神时 她害羞地低下头表示愿意 接着思姨又问霍婷 你愿意娶素绵绵小姐为妻吗 霍婷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愿意 正当绵绵还有些蒙圈时 霍婷立马就深情都吻了上来 绵绵睁大了眼睛 我的初吻吧 说好的酸酸甜甜梦幻般的柠檬味道 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是被咬了一口 最后在大家的见证下 霍婷为绵绵戴上了非常漂亮的钻截 绵绵看着手上的戒指 我真的结婚了吗 台下的东东看见非常开心 很快就到了晚上 绵绵坐在床上显得很紧张 天哪 这么快就到晚上了 晚上是不是要和霍婷睡在一起啊 而且还要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嗯 该怎么办 这时 她的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 看着桌上的美食 不管了 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 然后就大块躲一起 拿着杯子里面的甜酒就一饮而尽 话说这饮料还挺好喝的 甜甜的 过了一会儿 霍婷来到房间 看见喝得鸣鼎大醉的绵绵倒在沙发上 她轻叹一口气 温柔地把绵绵抱到床上 正扯开自己的领带 绵绵就迷里呼呼地睁开了眼 霍婷看见她醒了高兴不已 醒了 绵绵看她表情有些奇怪 紧张地看着她 你你你想干嘛 霍婷笑眯眯地看着她 你说呢 接下来的画面大家肯定不想看 所以我们就跳过了 一日清晨 醒来的绵绵不但感觉全身酸痛 身体就像被汽车碾压过一样 动一下就痛 床上也有些血迹斑斑 她痛苦的声音吵醒了霍婷 霍婷担心地赶忙问她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绵绵双手捂着自己羞红的小脸 一个劲地说自己没事 霍婷摸着她的额头 结果竟发烧了 绵绵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难怪我感觉热热 还有点晕 霍婷看着小娇妻这可怜巴巴的模样 这让她又差点把持不住 但小娇妻的身体为重 她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好兄 让你老婆到我家来一趟 我有事找她 对方一听瞬间炸锚 我靠 你大清早就让我老婆去你家 当我是死的呀 霍婷懒得跟她废话 说完就直接挂了 没多久 他们就来到了霍婷家 男人见到她就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霍婷 你终于被仇人杀了 是枪伤吗 那要让你失望了 是我老婆发烧了 女人直接问她的小可爱在哪里 快带她去 接着就大概检查了一下 我现在怀疑小可爱是由外伤引起的发烧 霍婷有些激动 什么 外伤 你怀疑我有家暴 女人表示她要检查了才知道 当两个男人正在讨论以后 都是不是气管人事 女人走下楼直接说都是因为她 霍婷一脸猛逼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小可爱是因为某人动作太粗鲁 技术太差 从而导致了伤口感染 所以才引起了发热 此时的好兄弟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霍婷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接着好兄弟还贴心地安慰道 你放心 我那边有很多资源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一起打包发给你 这样保证你的小绵羊下次不会阴云 你的技术不好而受伤了 哈哈哈哈 霍婷气得一脚就把她踹出了门外 小萌娃到底有多自恋 竟然说自己是无数女人心目中的男神 早上 东东来到绵绵的房间 绵绵 你怎么睡了这么久啊 我等你起床都等了好久 绵绵害羞地表示昨晚没休息了 东东显得很无奈 你们大人就是不知道节制 这样是很不好的 有些东西要慢慢来 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绵绵下巴就差点惊掉了 小屁海 你才多大 这懂得未免也太多了 接着绵绵为了缓解尴尬 赶忙转移话题 东东 我现在觉得你的教育问题很严重 例如每天关于你可以使用网络的时间 东东听闻求生欲满满地说道 其实我对你们的夜深 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这时 霍亭端着粥进来问他们在聊什么 东东看见霍亭只端着一碗粥 把鼻 我的牛奶跟旺仔小馆头吗 霍亭美好气地说道 霍尘东 你看看你现在的脸 该减肥了 东东一脸的屁气 你们大人都是这样的吗 不想拿就算了 还要给自己找借口 但作为一个好男人 这次就原谅你吧 男人 有哪个男人天天喝旺仔牛奶的吗 东东很不赞同父亲的话 男人怎么了 谁规定男人就不能喝旺仔牛奶 我可是我们幼儿园五百名女人票选出最受欢迎的男神 全全可是宫廷公正公开的哟 所以 打鼻你老了 新时代好男人就是要喝牛奶的 不得不说这真是人小鬼吧 霍亭懒得跟他胡扯 贴心地问小雕妻吃饱了吗 绵绵被霍亭盯得心里直发毛 那个 大叔你一直盯着我 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东东立马凑到他耳边 滴 绵绵 我爸比想问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绵绵实话实说 感觉有点怪 好像肉腥味没有去掉 而且眼也稍微放多了等 旁边的霍亭听到这话被气得半死 端着空碗就气呼呼地离开 绵绵一脸懵 你爸爸这是怎么了 东东扑斥一声就大笑了几 因为这粥是他主的 他还特意不让别人帮忙 嘿嘿 我只不过是趁他不注意事 后头帮了他一把 绵绵很无语 果然是个熊孩子 不过 大叔竟然亲自做粥给自己吃 除了妈妈没有人专门给我做过这些 这让绵绵不免地有些感动 过了一会儿 霍亭又为绵绵端来了一碗粥 这次绵绵红着脸告诉霍亭 这个粥真好吃 霍亭强装淡定的轻壳一声 不远处的东东边喝牛奶边南南道 一股恋爱的酸臭味 什么 小娇妻刚跟总裁大叔结婚就要分房睡 当霍亭知道小娇妻要跟儿子睡时 他立马一口否决 不行 绵绵抱着枕头又羞又气地说 我觉得我们分开睡比较好 况且我现在还受着伤呢 霍亭着急地表示今天自己什么都不会 心想 反了反了 才结婚第一天 小娇妻就不听自己的管教了 可绵绵依然想跟她分开睡 霍亭霸气地表示 你想都别醒 分房睡是绝对不允许 这时 旁边的东东却想出了一个两全喜美的饭 要不 大家一起睡如何 就这样 三个人躺在了一张床上 绵绵跟东东睡得别提多香了 而霍亭却被气得半死 这小子太爱事了 害我都不能抱着媳妇睡觉 真恨不得立马把她丢出去 第二天早上 醒来的绵绵伸了个懒腰 这时 发现大叔不在了 不免地让他松了一口气 虽然现在结婚了 但面对大叔还是有些压力 刚走下楼 庸人就告诉他有从医院打来的电话 什么 医院 接到电话的绵绵得知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出车祸 苏哲宇不但是个学霸 而且在学校还是个风云人物 更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只是自己很少跟他说话也没什么交集 竟然都出车祸了 还是先去看看吧 绵绵刚来医院 就发现弟弟在病房里大吵大闹 身上还被几人给压住 这什么情况 直到护士给他打了一针 他才消停下来 绵绵告诉护士自己是他的姐姐 请问刚刚怎么回事 你给他打了什么 护士告诉我 他被车撞到了脑子 身体倒是没什么事 可似乎脑子被撞出问题 结果醒来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刚才就给他打了一针震惊惊 绵绵听得一脸懵 主任还告诉我 刚才他弟弟都把几个医生给咬伤了 然后还建议绵绵 把他弟弟转到精神病院去 正当绵绵不知道该怎么办事 手机却响起了 拿起一看 我去 这称 因为这个手机是咚咚的 所以电话也是他从的 接通电话 霍婷就着急地问他在哪里 绵绵告诉他在医院 你等我 不要离开 我马上过来 听到这话的绵绵心中意 他突然觉得也许这场意外的风雨 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小舅子生病住院 不料爸总的做法 惊呆了众人 绵绵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小心被车撞 本来跟他没什么交集的 绵绵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去医院看看 这边霍婷得知小娇妻去了医院 让他待着别动 自己马上赶来 没一会儿 只见他带着几十个保镖霸气地来到医院 看到他们这来势汹汹的样子 众人吓得直接愣在原地 医生更是吓得冷汗直流 那个 我们有话好商量 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沟通的 霍婷直接问人在哪里 绵绵指了指旁边的病房 还早 下面苏泽宇就被几人连床带人地给抬了出来 见他们就这样离开 医生颤颤巍巍的喊道 等 等一下 这床是我们医院了 而且病人还没有办出院手术呢 霍婷的助理告诉他 这一切跟他来谈就好 豪车里 绵绵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里 霍婷告诉他 他有个朋友的老婆家里是开医院的 让他不必担心 听到这话的他羞红了你 大叔他这是在安慰我吗 于是就对他说了声谢谢 你是我的妻子 不必跟我道歉 照顾妻子本来就是丈夫的责任 你只要以后都听我的话就可以了 啥 绵绵满头问号 比如你昨晚要跟东东一起睡 这个行为就不行 那小子昨晚睡觉都踢了我两回脸 他肯定是故意的 绵绵很是无语 哪有亲爹跟儿子记仇的 刚来到医院 就有个英姿萨爽的女医生跟他打着招呼 小可爱 你的身体好点没 绵绵两眼冒星光 哇塞 这个医生好帅呀 你认识我 我的身体很好了 那就好 如果再有需要的话 我那边还有些 旁边的女护士看见他们的夏医生 个个都泛起了花痴 看他这么撩自己的小娇妻 霍亭鸟变醋坛子 下意你够了 他可是我老婆 你不准乱撩 话说 我怎么感觉这像是 大人护女儿的既是感啊 哈哈 霍亭还气呼呼地警告他 在这个医院 每个月都会有女孩子为了他打架 你现在还说他不乱撩吗 反正你离这个疯女人远点 听到没有 绵绵这才发现他竟然是个女的 很快 苏泽宇就醒了过来 看着眼前的几人 他现实呆若目击 突然一下子扑到霍亭的怀里大哭起了 父皇 您不是先是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我梦中 众人满头问号 眼看霍亭就要发 绵绵吓得瑟瑟发抖 见他不说话 苏泽宇还坐死地继续说道 父皇是不是因为我太想你 所以你就托梦给我 受不了的霍亭愤怒地甩开他 看到他这欠揍的表情 再看看脸都被气放的霍亭 一旁的绵绵努力地劝导他千万要冷静 这时 下一拿出一个打针头 对着他的屁股就扎了下去 顿时病房里就传来一声猪叫声 果然是人狠话不多 我们先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 下一告诉绵绵 你弟弟身体没什么事 只不过是一想性人格分裂 绵绵一联盟 就是人格分裂 他这是长期积累的 这孩子心里承受能力比较弱 或许这可以这么理解 你弟弟的第一人格一直都在 只是暂时沉睡了 现在的第二人格出来了 放心 这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绵绵担心地问道 如果他再出现暴力倾向的话 该怎么办 嘿嘿 那就叫他父皇做他呗 当高中的女孩被同学嘲笑是穷鬼 殊不知他竟是总裁夫人 绵绵刚跟霍亭回到家 就看见东东躺在床上睡着了 还没等他说话 霍亭就示意他别出声 东东睡着了 我们就别吵醒他了 我们还是换个房间吧 还没缓过神来的绵绵 就被他这头大尾巴狼给拖走了 什么情况啊 这样也可以 一日清晨 绵绵扶着腰颤颤巍巍地走出房门 那个家伙还是人吗 居然一晚上都不带睡觉的 刚走下楼就看见这两父子在吃早餐 绵绵气呼呼地站直身体 刚坐下 东东就生气地质问道 绵绵 你知道错了吗 这让他一脸懵圈 什么 我哪里错了 听到他这么说 东东就更生气了 昨天说好我们一起睡的 结果呢 绵绵很是无语 尴尬地表示着不能怪他 此时那个罪魁祸首 却拿着报纸把自己死死地倒 吃过早饭 绵绵就要去上学了 坐在车里的霍亭 还叫他不要太宠咚咚了 不要什么都答应他 绵绵听话地点点头 看着小娇气这害羞的模样 霍亭抬起他的脸就吻了下来 绵绵惊讶地看着他 临走之前霍亭还告诉他 你先去上课 我们晚上再继续 天啊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 绵绵害羞的都气窍生烟了 快速地逃离他的魔爪 真是的 一大清早就进来清去的 这还让不让人好好地读书了 苏绵绵 正在这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几个女同学看见他从豪车上下来 就质问他一个在食堂打工的穷鬼 怎么会坐豪车上学 怎么又是这几个喜欢挑事的家伙 于是他就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胡说八道 因为早上出门 我扶了一个老奶奶过马路 后来他的儿子来了 他刚说完 三人就疑惑地看着他 就这样 那当然了 不然你们还以为我帮上大跑 黄毛一脸的鄙夷 就你也配 那种有钱的霸总怎么会看上 你这个穷酸丫头 对对 你说的没错 见他离开 黄毛气得不行 这个穷酸丫头在学堂食堂打工也就算了 最让我讨厌的是 学院的王子陆锋似乎和他有所交集 看来这个家伙不简单 绵绵无精打采地趴在课桌上 昨晚不小心又被大叔得逞 虽然感觉还不错 哎呀 苏绵绵你在想什么呀 千万不能玩物丧至沉迷其中 突然 绵绵发现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事情 一个绿头发的男生找到他 叫他跟自己出去一趟 他有话要说 看见是他 绵绵瞪大了双眼 难道我被发现了 原来此人就是学院的王子陆锋 在学校人气超高 每天都会收到许多女生的各种点心巧语 可他从来都没有吃 走的时候就直接放在了位置上 绵绵每次收拾餐桌的时候 为了不浪费粮食 他就把这些点心偷偷地带回家 班上的女同学看见校草来着 都在窃窃私语 哇塞 他好帅呀 为什么王子要跟他说话 绵绵赶忙问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陆锋表示放学后 自己会在学校门口等他 很快他们就放学了 绵绵为了躲避陆锋 像做贼似的偷偷逃跑 鬼才管你呢 我还是直接从后面溜走吧 正在这时 陆锋猛地出现在他身后 嗨 好巧啊 我正打算去找你呢 没想到在楼道就碰到了 绵绵没想到这样都能遇到 其实我都知道了哟 绵绵满头问号 你知道啥 什么意思啊 陆锋笑着告诉我 虽然你不是我所有追求中最完美 但看在你这么费尽心思暗恋我的份上 我决定答应你 做你的男朋友 什么 绵绵吓得下巴就惊掉了 什么 笑草竟要女孩做他的女朋友 儿子东东第一个不答应 学院王子陆锋找到绵绵 高傲地表示 虽然你不是我所有追求者中最完美 但看在你这么费尽心思暗恋我的份上 我决定答应你 做你的男朋友 我去 一头青青草原竟还这么自恋 绵绵更是眼睛都惊成了黄豆大小 见他不做声 陆锋还以为是他太打动了 让他可以靠在自己的胸口 说着就朝他张开双臉 突然 东东扶天而降 用力地一脚踢过来 放开那个女孩 绵绵发现是东东 紧张得东张西望 难道霍亭也来了 这时 东东犀利地眼神扫过来 咪咪 等会儿我再跟你算账 先处理这个狗男人 话说 小朋友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陆锋站起来 还强颜欢笑道 这是你的弟弟们 长得真可爱 两人一口同声地表示不是 不是弟弟 难道是妹妹 哈哈 没想到这绿毛不仅脑袋有问题 就连眼神也不好 看到东东快要气炸的表情 绵绵小声地让他千万要冷静 不料画风突变 东东竟然迈起了萌 哎呀哥哥 你好帅啊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陆锋没想到就连他这个小屁 也无法抵挡住自己这该死的魅力 哥哥你长得好高啊 能不能抱我一下 看他索要抱抱举高高 陆锋满口答应 一旁的绵绵却是满头飞泻 这个小鬼又想干什么 看着两人如此和谐的画面 绵绵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突然的画风 为什么看着如此变 东东嘴角微微上扬 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 我可不是咩咩的妹妹哦 嘿嘿 而是苏绵绵的儿子 什么 陆锋非常震惊 这怎么可能 接着东东犹如细惊上身 大哭地让他放开自己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求求你不要把我卖了 呜呜救命啊 旁边的同学见状都怯怯思语 东东趁机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 吃痛的陆锋手一松 眼看东东就要向地面倒去 绵绵顿感不妙 赶忙说不是自己摔他的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闭嘴 绵绵恶狠狠地警告他 如果东东有什么事 我定不会饶了你 不是吧 想不到王子竟是这样的吗 这么小的孩子 怎么可能自己跳下去 看着孩子这么可爱 不会是摔傻了吧 听见大家的指着 陆锋一个劲地解释 我 不是我 我没有摔他 真的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忽然 一只大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感动我们的小少爷 不想活了 于是陆锋就被一群 高大的保镖拖走 绵绵抱着东东 着急地往医院抗去 这时 东东醒了过来 虚弱地问道 咽咽 你知道错了吗 好 好 我错了 我错了 听到他说自己错了 东东顿时来了精致 你要知道 我们小孩的健康发展 跟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很有必要 虽然把鼻的脾气不太好 毛病有点多 但是他赚钱很厉害 所以你就勉强接受他了 这次你幸好是遇见我 要是被把鼻发现你偷吃 他肯定会打你屁股 咽咽很是无语 反过自己没有偷吃 不过看他这么多话 肯定没事了吧 东东越说越起劲 这次多亏我帮你擦走 我们之间的秘密又多了一点 说吧 你要怎么报答我 那你想怎样 那就陪我看两场夕阳大电影 绵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先说好 我答应你可不是因为 怕你跟大叔说 我有肩肤的事情 嘿 我是说觉得你可爱才答应你 绵绵不放心 还是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东东表示 陪他看电影就没事了 如果你不去的话 我可能会再次脑震荡的话 绵绵满头黑线 我去 原来脑震荡是这么来的吗 看破一切的司机 小哥不仅替他捏了一把汗 太太你还是太年轻了呀 总为了跟小娇妻 有个浪漫的约会 刚拟定好机会 不料却被自己的儿子 杰族先登了 或是大厦 助理把报告送到 霍亭的办公室 发现桌上放着 几本关于约会的书 大吃一惊 我靠 BOSS的阅读品位 怎么越来越奇怪 你还有什么事吗 助理赶忙退下 原来他这几天 都在研究 怎么跟小娇妻约会 经过几天的努力 他终于制定好了 一套完美的约会计会 首先让东东邀请 绵绵去看电影 按照计划 东东会以身体 不是先行退下 接下来就是浪漫的 烛光晚餐 然后去山上看夜景 接着再跟他泡个温泉 最后再跟他 酱酱酿酿 可没想到 这完美的计划 去出了意外 这时 保镖把绿毛 压到了他的面前 老板 这人调戏夫人 小少爷让我 把他抓过来 交给您处置 小少爷还说 青蒸红烧都随您 胆子不小 竟然连我的人 都敢去泡 绿毛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不想再在S 看见他跟他的家人 保镖立马照办 霍亭本想打电话给绵绵 没想到是东东接的电话 把鼻 电影超级好看的 西洋洋最后还保护了阳村 听到这儿的霍亭 强忍着怒 为什么你们两个在看电影 我的计划 让绵绵接电话 你们在哪里 绵绵告诉他 因为东东肚子饿了 所以跟东东 现在在凯越饭店 什么 他们竟然去了凯越 看来自己的烛光晚餐泡汤了 看他不说话 绵绵还以为他不开心 就说等一下 要跟东东去夜市 还问他要不要一起 你在原地等我 我马上过来 虽然电影没了 烛光晚餐没了 但有夜市也不错 不料这边的东东 却在吐槽他 把鼻也真是的 他明明嫌弃外面的食物不干净 还要跟过来打扰我们的约会 于是就提议 让绵绵跟他现在就离开 不然把鼻发现我们吃垃圾食品 他肯定又要唠叨个不停 这样不好吧 东东却让他别害怕 他反正也还没来 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 正说着就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回过头的东东 看着霍亭那可怕的眼神 求生欲满满地说道 把鼻 你总算来了 我好想你答 一来就告诉绵绵 这些都是垃圾食品要少吃 绵绵赶忙点头答应 对对 大叔说的对 我以后都不会吃了 霍亭有些害羞地说道 我订了一家不错的西餐厅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就勉强陪你去吃好了 绵绵惊讶地看着他 可喝着可乐的东东却不乐意了 绵绵 你刚刚不是说要陪我去夜市小吃吗 看着两父子死死地瞪着他 绵绵欲哭无泪 为什么我这么难 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人山人海的夜市 一路上的霍亭却在生着闷气 居然不和我吃烛光晚餐 看到绵绵被挤来挤去 他还是忍不住把绵绵护在了身上 两人四目相对 空气也变得有些暧昧起来 正在这时 东东突然伸出手要霍亭抱抱 把鼻 我什么都看不到 抱我 虽然心里十万个不愿意 但还是把东东扛在了肩上 最后还不忘拉着绵绵的手 这里人多 注意安全 话说这是不是有点像 爸爸带儿子和女儿出来的济世 来到一家蛋糕店 绵绵看霍亭盯着眼前的草莓蛋糕 一动不动 看了半天的他终于缓过神来 原来大叔想吃草莓蛋糕 但又不好意思说 于是就是叹性地问道 大叔 要不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 吃点蛋糕吧 霍亭尴尬地咳嗽一声 那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陪你吃点吧 接着绵绵又故意说蛋糕点多了 然后就把草莓蛋糕 推到霍亭的面前 这几个草莓的大叔 你帮我吃掉吧 表面上看他有些勉为其难的样子 其实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 嘿嘿 我的绵绵可真贤惠 我还没说话 他就知道把我爱吃的放在我面前 绵绵笑着说道 你喜欢吃草莓蛋糕的话 我下次可以在家里做给你吃 好吧 你做的我会全部都吃光的 这时 东东又来凑热闹了 拿着超大棉花糖跑过来 我也要吃 这个小家伙 真是哪里都有他 然后霍亭以太晚了的缘故 就让手下把东东带回家了 现在他终于可以和绵绵一起过二人世界了 他总带着小娇气出来约火 不料却被小娇气说不行 夏淼就要证明给他看 霍亭和绵绵来到一家旅馆 绵绵好奇地问他这是哪里 温泉旅馆啊 啥 大叔你年纪也不小 有些事要节制了 霍亭立马炸毛 生气地扯掉领带 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还不老 说着抱起他就往温泉走去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对霍亭丢进了温泉 绵绵气得欺笑声烟 大叔你疯了吗 我校服只有这一套 现在弄湿了你要我怎么办 霍亭却说给他准备了几套新的 旧的你现在就可以脱掉了 夏淼就脱掉了自己的衬衫 露出里面结实的八块腹肌 见他要脱裤子 绵绵顿感大事不妙 吓得他在水里扑腾着赶快逃跑 奈何小短腿实在是态度 正在此时 大灰狼也来到了他的身后 你想要去哪里 绵绵吓得瑟瑟发抖 还没等他说话 霍亭抬起他的下颚就吻了下来 边吻还边用手去解他衣服的领扣 接下来的画面由于太过刺激 知道你们不喜欢看 所以我就直接跳过了 待两人在水中一阵缠绵过后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早上 绵绵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起床发现身上的衣服好腹 你醒了 看到他露出的好身材 绵绵立马就泛起了花痴 哇塞 大叔的身材也太好了 这时 霍亭拿出一朵玫瑰花 害羞地递到他的面前 送给你 这是我刚去摘的 绵绵一脸娇羞地看着玫瑰花出神 见他没反应 霍亭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是不喜欢吗 反应过来的他感望接过花 喜欢 非常喜欢 谢谢你的花 看见媳妇害羞的小模样 傲娇霸总一脸的得意 嘿嘿 我老婆好可爱 随后两人又一起吃午饭 看着眼前的各种美食 绵绵缠得真流口水 而霍亭却直勾勾地看着他 我觉得你穿成这样 看起来比较好吃 我去 这么撩人的大叔 谁受得了吗 害羞的绵绵赶忙扯开话题 你看这里的复古环境好好看 你喜欢就好 看到他这炙热的眼神 绵绵赶忙低下头使劲地 往嘴里扒整米饭 学校里 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 我们学校又少了一位帅哥 听说陆家今天慌慌张张的 就给王子办了退学手续 不是吧 怎么会这样 此时的绵绵却打起了瞌睡 大叔最近怎么感觉怪怪的 不过好像并不讨厌 这时 同学告诉他 外面有人找他 绵绵发现竟然是他那可恶的父亲 扎父没好气地告诉他 让他跟自己走一趟 下午的课已经帮他请假了 那绵绵会跟他去吗 接着又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